这剪副画的了 哎呀 哎呀 这个有意境了 这剪副画 这个厉害了 什么呀 蜘蛛啊 这个厉害啊 抽象派 一个是谁 一个蜘蛛 这个蜘蛛 很难哦 很难 好难哦 我画了三天再画出来哦 你这个脑袋够潮的 哪种 小姨子教你的吧 哦 机器猫 张云雷作品 哦 假装猫画的好像 这是一只斗鸡眼的机器猫 但是这个机器猫 画的还真是有点像你爸爸 是吧 郭欣麟 展示一下你自己的画 请问这是自画像 还是为自己父亲 还有几个照片 没有大事的 画一样画我适合 你别说这孩子聪明 是吗 线条完整 还挣个点毕加索的意思 你答答 不错 你告诉我们你画的是什么呀 我画的是盾牌 我同一次知道盾牌还长毛呢 程老师熟悉各种的画 今天他们这五幅画 有抽象的 有写意的 你看有吃货都有 您给看看 如果拍卖的话 分别能值多少钱 我们从孙老师那开始 我觉得 孙老师呢 虽然画的他比较活泼 但是他是名门之后 李文华先生的外孙女 是 所以他这个师出名门 所以呢这块人民币 三块五 三块五就成交了还是下人 可以还价可以还价 可以还价 两块 两块五 一块八 一块八成交 又少一块七 这个织组 织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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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乐 对 又是解惑画的 我觉得解惑的签名比画的画的多 你说他的书法好 那就这样吧 本来要给一块八 一块八八五 好 一块八八五一次 一块六 一次 一次 就是你呢 没绕 好 有数 我们看 那个机器猫 机器猫不错 而且这个线条也很完整 画得也非常好 而且特别像你师傅郭德纲 看什么 所以这个呢 把郭德纲的元素加到里边 一块八毛五加上八毛 我就值八毛钱 不是 再加上八块吧 九十块等 我还是最高 这出现了一个小事儿这块 这个有点 一堆大树 对 他这个 因为这个毕加索先生说过一句话 他这个究其一生啊 就是追求孩子看世界的角度 和这种方法 小事儿已经掌握了 尤其那个小脚烟和那两个只手 虽然这个后边不知道这个在干嘛 但是能看出是在爬树 在爬树 是他 是他 反正是在跟树较劲 你给个件吧 这件呢咱们高点 二百五 冲凉 好 好 这下个 说的是我的分量 哎 哎 买方都跑掉了 哎 这个 郭其林的盾牌 郭其林盾牌 这个书法还是不错 而且画的呢 也是有点像他父亲啊 哦 神似神似啊 所以这个线条呢也是 呃 这挺好 一个人跟钢丝似的 哈哈 一点二百五 再加上五十块 三百元 哦 哇 三百块再送一辆摩托 哈哈 耶 还一样啊 好极了 我们今天的拍卖会 轮盘成功 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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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